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好消息 那今天好消息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9月17号下午将在台北市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说明会 要带你一起来体验如何将虚拟现实 还有元宇宙的技术应用在教会的工作中 那这种技术呢,其实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的去学习和了解圣经的知识 我们可以用这个真的是一个新的方法来去看圣经在讲什么东西 我最讨厌读的那个book of numbers 明书记 你都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你在里面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说到底是有多少这些献祭品在这个地方一直拍着 然后到底怎么样去献祭这些东西 还有像说什么约书亚那个时候要在开始分地的那一种 你一看圣经你真的就觉得说你在看一个没有图示的一张地图 对或者是你很难明白就哪怕他给你写出来 你很难明白说他到底真的在讲什么 或者看起来是什么样的 在这次的说明会里面呢 大家就可以亲自去体验就可以亲自用这样的一个技术 这次会跟大家展示保罗的宣教旅程 你自己去看保罗宣教旅程从里面看是如何的清楚 然后怎么怎么的一步一步走 里面有穿越海陆冰3D的自由行 而且是给你非常棒的一个实境的体验感 我相信这样走了一次中你就会非常清楚你再去读圣经 你把它跟圣经在里面看 你就明白原来这个地方为什么是这么讲 先读读完了再去体验 然后再出来读 这样反复的结构你就会对这个比较更加的明白 以及那身临其境的走进摩西的会晤 就深入的探索出埃及记描写的非常深重的场景 我觉得这个是对教会的建造也好 或者对我们每个人去了解圣经里面讲的东西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是非常方便的一种教学的方式 那这个神奇传播的创始人呢 如果要是大家了解的话 大家就知道是周一方牧师 那我们跟周一方牧师的关系也是非常的亲密 在我们这个AI News最困难最困难的时候 周一方牧师伸出援手 真的是帮了我们一个巨大的忙 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 在当时告诉我们说不要放弃 而且给我们他的事工 你知道大家做事工都很紧张 但他愿意挤出钱来 他给我们开了一张试票 那时候是我们大概收到的第一张支票 然后他告诉我们说千万不要放弃 一定要继续把这个事工做下去 因为你们的事工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我们来说就是周一方牧师 不仅是一开始来资助我们 就是在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 我上次在那边讲说我们多穷的时候 而且他还是一直在带领你们 在去做这样的事情 反正周一方牧师就是一个我们非常重要的那个Bandboard 周一方牧师呢真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在我们的这个事工当中都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呼吁在台湾的朋友们 那当然这次我们很遗憾就没有办法去 但是呼吁在台湾如果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或者是你是在教会里面的长职也好 或者是你是牧师也好 都欢迎大家这一次可以到场去看 因为如果有了这样一个方式 真的是对教会的牧养方面也好 或者是各种方面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提升 而且呢到场的朋友呢都会得到神奇传播 为大家准备的精美的茶点还有小礼物 那在这里再跟大家报告一下时间 那时间呢就是9月17号的下午3点钟到5点钟 地点在台北市的林森北路380号6楼608 苦事丰盛生命协会办公室 如果大家要是有时间呢 或者大家对这个真的非常感兴趣 欢迎来赶快抓紧时间报名啊 因为名额真的有限 如果大家要报名的话 来看我们屏幕上面的我们的email 可以发邮件给我们说 我们想要去我们有几个人 总之请大家来支持这样子的一个使用 真的用透过你自己的眼睛 在一个VR的一个世界里面 然后来去看你最不想看的那几张警戒 我知道读圣经很困难 但是当你看了那个之后 你再去读圣经会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因为你在头脑子里面有一个画面的地方 所以说请大家来去支持这样的一个活动 然后呢请大家跟我们联络 如果你想出话真的是名额有限 所以请大家赶快来报名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Felisha 我是Ethan 那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讲一讲 现在其实很多这个极端的左派 已经在开始攻击加州的父母 以及这些有正常观念的人 我都很难讲说 是什么保守理念 这不是保守理念 就是只要你是一个正常人 你有一些正常的诉求 那他们就要把这些人斩草树根 而且要用一些非常非常极端的方式 让你失去工作 或者把你告上法庭等等哈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 就给大家介绍到最近发生的两件事情 那这两件事情啊 都是非常勇敢的妈妈 我们很多时候看到 就是中国有一句话嘛 叫女子本弱为母则刚 对吧 很多时候都这样说 但是你会看到说 这些妈妈在他们孩子的教育方面 真的是本来比较柔弱的女性 真的就是敢拍板跟这些人去对抗 我就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哈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说有一位妈妈呢哈 她叫Janet Robertson 她住在北加州 这个地方叫Banisha 那Banisha这个城市呢 她是一位三个孩子的妈妈 但是呢 她突然发现说 由于这个学校要开学了嘛 她就是准备了一批新教材 那这个学校的新教材里面 就开始大力的推行一些 什么性教育的课程啊 然后像LGBTQ啊 甚至呢还在数学课本里面 还出现说non-binary 数学课本 对数学课本 他们现在就是要把所有的这种东西 都渗透在你生活中 让他无处不在嘛 就让大家觉得说 哦 方方面面都觉得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那我很难想象说 他数学课本里面怎么出现non-binary 我觉得可能跟我们小学的时候 做那种数学题啊 比如说像我小学做数学题 什么 你往游泳池里放水 对吧 一边放水一边漏水 本来这种问题都已经够白石了 对 但现在他们就弄出来一个更没有办法让人理解 那可能就说有几个好朋友出去玩 比如说很小的小朋友那种题 有那个我们有两个小朋友是男性 两个小朋友是女性 还有一个小朋友是non-binary 那请问一共有几个小朋友 我猜啦 不然你说数学课本里面怎么会出现non-binary 这种东西 我觉得可能是像那种分数的 他说哦这是一个人 然后他二分之一是男生 二分之一是女生的话 这是什么样子的 或者说他四分之一是男生 然后二分之一是女生 另外他四分之一觉得他是狗 然后狗的成分占多少之类就是分数的那种 如果说他要遇到另外一个 然后呢就是两个人 这是一个什么四分之一狗 四分之一男 然后什么什么的 然后再加上这个四分之一什么什么什么 两个乘起来会变成怎么样 那他们两个如果吵架除把 我觉得 我觉得 可以在下面留言 说数学课本里面如果出现LGBTQ 他们要怎么用 那当然今天我们讨论的不是这个 那家长会发现这种事情实在太奇怪了 你教数学你就好好教数学 对不对 那个不管是游泳池 或者是什么卡车里面装砖头 或者是运石头 这些东西很正常会出现在课本里面的比喻 但是为什么要出现这种东西 于是呢他就觉得没有办法接受啊 他的孩子要去学这种东西 这就学完了正常人都变神经病了 于是呢他就跑到校董会上面去发言 我看了这个妈妈的发言 非常非常有礼貌 我们也去过很多校董会嘛 那大家的情绪都是比较激昂的 那绝大多数如果要是基督徒 去校董会里面发言的话 其实大家都是有秩序的 都是有礼貌 但是我觉得这个妈妈是超级有礼貌的 但是我看过在校董会里面发言 是非常非常棒 而且他的那个逻辑都非常非常清楚 一看他就有备而来写了一张提 有理有据的发言 但是呢在经过他在校董会的发言 十天之后 他就被他所在的公司开除了 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先来听一下 他在校董会里面的发言 Hello I'm Janet Robertson I have three children in the district element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at the last meeting my time to speak was cut short and there was so much to say about the new sexu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 realize the curriculum has already been approved I also realize that Miss Rice who I incorrectly was referring to as a doctor last week or last month explained that only three families out of 4,500 students in Benicia voiced concern about the curriculum our family has also been told that we can simply have our children opt out of the sex ed classes if we have an issue with the classes but I would like to say to you who are entrusted to represent and make decisions for our children and to the community that may be watching this video that we have a big concern with what is now being taught to children as young as 10 in Benicia such as children are being asked to identify their pronouns and this is now part of the 10 year old curriculum this forces a gender discussion beyond the scope of the state requirements and complicates an already overburdened classroom environment we are alarmed that gender identity is now being discussed in math classes this takes time from core learning and does not benefit the students or our community teaching kids that there isn't any standard or truth and that you can believe anything you want to believe is not scientifically accurate or medically correct for example the notion that a girl can decide to be a boy or a boy can decide to be a girl is not true and should not be taught the new curriculum teaches that individuals can decide if they're male or female regardless of anatomy does not explain that a boy cannot menstruate and a girl cannot impregnate someone this is not scientific or medically accurate our 10 year olds will now be taught that they can receive puberty blockers to prevent their body from going through changes that make them uncomfortable all humans are uncomfortable during adolescence to teach vulnerable children that a lifetime of dependence on medical care is a viable option is completely unacceptable and evil frankly the new curriculum encourages gender confusion not gender clarification all parents should question how this is helpful scientifically sound or medically accurate 12 year olds will now be taught about oral and anal sex 12 year olds so I get a little emotional about this because I think that's wrong the ed code 51933 requires that instruction and materials should be appropriate for use of pupils of all races gender sexual orientations and ethnic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teaching children about oral and anal sex violates this law since several cultures would not find this teaching appropriate when we asked we were told the reason the curriculum removes the idea of male and female was to be more inclusive but no longer include or no longer identifying females as having ovaries and males as having testes is not scientific not medically accurate and not true it's nonsense it's not a choice people are not gender fluid and to teach our children this is not okay we're appalled that the school district has adopted this curriculum thank you thank you if anybody wants information on where to find this information in the new curriculum I've researched it very thoroughly I'm happy to provide that thank you 呀我覺得真的是 極度的誇張啦 特別是 因為他說的東西很平常 很一般 並不是說你一定要是什麼 大學 專科 教授 然後你才可以了解什麼是男的 什麼是女的 然後還有這些 非常基本的這些邏輯 然後他也就是很 輕鬆 很完善 很有禮貌的敘述完了之後 然後他被開除了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 对 那就像刚才他在影片里面 他在校董会上发言 他就讲到说 现在新的课程开始 就是要求说10岁的小孩 甚至某些年纪会有更小的小孩 被要求说你的代词是什么 我觉得这有可能是说课本里面就教 那教了之后在班级里面就实行 就是说这是一种有礼貌的行为 你要让大家知道你今天感觉你是什么 然后要让其他人尊重你 我们要学会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对吧 那我们今天先学这一课 然后我们就开始练习 比如说Ethan 你来介绍一下你自己 然后小朋友站起来说 我叫Ethan 我今天的pronounce是she her 对吧 我感觉我是个女生 等等等等 所以他们可能在学校 还有在教室里面之后 就要有这样的一个礼貌的礼仪性的东西 就是每一天你要用这种方式去介绍自己 那等等等 他除了还有讲到说数学课里面讲什么 非二维性别什么什么的 而且他们有讲到就说 他们的性教育课 就是告诉你说男性跟女性 这个性别是可以互换的 这个的确在科学还有医学上面 都是完全错误的 而且是完全不准确的 但你说学校现在在什么追求科学吗 在追求真理吗 并没有啊 他基本上这就是反科学啊 这根本科学研究出来的 医学研究出来的东西 你这个学校根本就不承认 但是现在看起来 这根本就是一个普遍的大环境 最近我们看到在加州是这个样子 那他们这个位置就是靠近在北加州那一块 那南加州那当然也是一样了 如果大家要是看到 这个新闻没有被爆出来说 这个校总会一直在反对什么的 那就是他们已经接受了 所以学校里面 他们的课程 只要家长不去看 只要没有人去抗议 他们会越来越来越来越 极端 越来越来越来越急 那我们大家刚才看到这个 这个妈妈非常有理有据的 把他讲的都是事实了 上面做的都是校总会成员 校总会成员一定知道 新的课程是什么 甚至里面还有一位是把 新的这个课程的内容 去发给这个妈妈的 那在这个校总会之后 这个人并没有说抨击谁 或者说怎么怎么样 我讲的是谎话或者什么 都是事实 非常有礼貌 但是这个发言之后发生什么呢 在这个之后 在校总会发言之后的一个礼拜 在报纸上面就出现了 攻击这位妈妈的文章 那这个文章是谁写的呢 这个文章就是一个要参选 校总会的候选人 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来攻击这个妈妈 那在文章里面呢 他就说说 这个女的她就是种族主义者 她就是孔童者 她就是孔跨者 而且呢 这个文章发表了之后 在他们本地 就他们那个城市 Banisha的进步民主党的财务主管 写了一封信 给这个妈妈所在的公司总部 要求他们说 你们必须要5月1号之前 把这个人给我处理掉 不然我们这边就开始发表了 我们就要上报纸上媒体 我们就要开始去说了 要发表这位妈妈 还有你们公司的毁谤性的文章 哇哦 呀所以你看到 这是有民主党这边 在做的这个事情 所以基本上这个妈妈 她去了校董会 有理有句的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之后 她居然就遭到了这样的攻击 有人上报纸骂她 然后结果她被公司开除 于是呢 在5月 这间公司是私人公司吗 还是是公家机关 私人公司 她是一个房地产了 这个妈妈其实是一个房地产经纪 房地产经纪 对房地产经纪 那这个公司呢 总部就在纽约 这个妈妈平时 她的那个表现都很好 她的业绩也都很好 她就是一个很出色的 房地产经纪人 所以呢 在这个事是过去一个礼拜之后 他们就找了这个总部 那么这是过去10天 也就是说三天以后 到了5月1号 就在5月1号当天 这位妈妈就收到了公司的通知 她被开除了 所以呢 这个公司是纽约的大型房地产公司 叫做Campas 通知她 就是说你不再是我们的业务员了 而且公司在这个同时呢 也证实了 就是说你被开除这件事 跟你工作的表现 一点关系也没有 不是因为你的业绩差 不是因为什么我们开除你 而是 这位妈妈 她反平等 反变性 反黑人 反自由选择 歧视 恐同 恐变性 于是公司决定要跟她分道扬镳 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夸张了 因为房地产经纪 其实他们不是在跟公司拿什么这个东西 只是在挂一个名的 通常都是这个样子 然后他们要这个样子 的确有公司的资源 但是 这是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东西 对因为其实像这种房地产经济 它也不是说每天坐班 礼拜一到礼拜五 早上九点到晚上五点 其实不是这样的工作的性质 但是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妈妈本来她去校董会发言 她只是作为一个妈妈的身份 就是说我的孩子在这里上学 所以我不愿意 我要告诉大家你们的新的课程到底是什么 而且我反对学校有这样的课程出现 她只是以一个妈妈的身份而已 但是那一个写报纸去骂她的这个人 故意的在内容里面提到说 她是房地产经纪人 其实他们有去肉搜她 知道她在哪里上班 所以她攻击她的时候 她就不说这个人是一个妈妈了 她就她故意要搞她 她故意让让你 他们那个时候就已经计划好了 就是那咱就一起合作 你就把她工作给搞没 所以就是故意在那个文章里面写说 房地产经纪人谁谁谁 就把她的名字给写上 那你说她去校董会 抗议她孩子学校的事 跟她上班的工作 的身份有什么关系 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 她只是作为一个妈妈去而已 她不是作为一个房地产经纪的身份过去 那其实呢 相比丢工作起来 其实还有一件事 就是比被公司开除了 我觉得还是让人不能够接受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如此恶心的 新的这些教科书 居然在家长的方面 获得了一致通过 据这个教育服务总监称 说她这个新课程呢 发表了之后 只有三位家长 对这个课程提出了说 哎呦我表示很担忧啊 你这么教孩子到底行还是不行 整个学区啊 只有三位家长 对这个课程表示了担忧 那还有呢 几位家长对此感到非常的兴奋 就说太好了 我们终于要教这么进步的课程了 我愿意让我的孩子学 所以是 那当然了 那他们就会问了说 那只有这个 有几位家长表示很兴奋 对吧 有三位家长表示很担忧 反对 那其他的家长呢 大家都有看过了吗 学区就说 有看过啊 我们董事会已经把这个有关课程的电子邮件发给了学区所有的家长了 没有人有回应 没有人有回应就代表什么 就代表他们已经接受了 学校已经给你发了 通知你了 说我们要交什么 大家都没回应 没回应呢 就代表你同意嘛 因为你不反对嘛 那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偷偷的支持 反正就说 我们该通知的全部都通知到了 家长全部都收到了 那有反应的就那三个 家长就说不行 而且呢 他们在讨论新课程的时候 还开了线上会呢 邀请大家说 你是不是有什么看法啊 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欢迎来到线上会上 我们大家一起讨论 但是整个学区 只有15名的家长 参加了线上的会议 哇 我觉得这很厉害 就是你可以在明显各个议题上面 你可以看到就是保守派的家长 跟自由派的家长 彻底的不同的这个 对于政治 还有现在教育的这个关心程度 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们的目的不一样 这些自由派的人 他们就是想要洗脑小孩 就是想要洗脑小孩 然后想要把小孩 变成他们政治的工具的时候 他们就会想要去参加这样的东西 那绝大多数的保守派的家庭好了 或不用说保守派 普通的家庭好了 基本上就是不在乎的 基本上是觉得说 小孩去做什么是他的事情 学校OK 让小孩有一个地方去 然后我可以好好去上班就好了 让我可以追求我自己的人生 我自己的快乐 让我可以去赚钱就好了 小孩什么 这个趋势所在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就不用理这样的东西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多华人家长的通病 对 就是我们不用在乎小孩现在在学的东西 我们不用在乎小孩的生活 我们只要把小孩放到一个地方 他安全就好 安全长大就好 但其实他就是可能在那边继续活着 但他的心灵层面是完全扭曲的 然后都是被这些人这样子扭曲的 对 而且我觉得其实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是 现在很多年轻的家长 差不多跟你这么大的年纪 或者比我稍微大一点 年轻的家长 哪怕是从中国来的 哪怕是中国现在来讲 社会层面对这些东西还是相对比较保守的 但是年轻人其实脑袋里面并不保守 我们之前有看到在奇诺这边校区 有家长的微信群 那这个群里面有大概一两百个人吧 可能是这个样子 我记得是这样 那在群里呢 大家有讨论过LGBTQ 很奇怪的是 有相当多数的家长是支持的 他们是支持在学校里面去探讨这些东西的 甚至有很多家长提出反对的意见 这些知识的人觉得没有办法接受 气到退群呢 好几个家长说我不跟你们说了 再见 什么的 还有人说我是这个教育心理学的老师 这些情况都是很棒的 非常左非常左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比较保守的华人的群体 基本上年龄层已经算是很高了 你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 台湾呢可能就是更左一些 那大陆的也不要期待说好到哪里去 很多像我们这样 像我长大或者你长大 身边已经有很多是 同学都是同性恋了 所以你知道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大家可能慢慢都觉得说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事情等等等等 所以很难真的期待说很多家长要去做什么 因为他们本来这些年轻家长他们心里就是支持的 那很多年轻家长不支持的他们也不去做什么 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个事情大概就一直在走下波 其实我们做新闻做的很frustrated的一点 就是年轻的家长其实不太愿意看这些东西 年轻的家长其实对这些东西不太有兴趣 而且他们也不在乎 有的家长在那个群里就没敢说了 就说我们家孩子同性恋变性人怎么了 我是他妈妈我永远都支持他做的任何一个决定 我就是爱他 我就爱他 无条件 对 你不告诉你的小孩事实 你让他说男的可以变女的女的可以变男的 这样才是不爱他会害了他一辈子 我不再指责很多家长 我知道很多家长现在在守护自己的孩子 我去到什么那个接我小孩的时候 我有被那个观众认出来过 就说你是不是Edan我有在看你节目 然后那个时候他在跟那个老师讲 就是我现在要homeschool小孩 我不管怎么样我就要homeschool小孩 我听我超开心 我超超觉得很荣幸可以影响到其他的人 对我看到有任何一个人开始做出决定说 我要开始在家教育我的小孩的时候 就觉得非常非常佩服 因为虽然我还没有小孩 但是我大概能想到这个事的艰难的程度 但他们愿意 就像我认识一个女生 我们教会一个女生 那他把他工作给辞掉 辞成半职 就是为了要好好的去陪伴他的孩子 我觉得这是很难跨越的一件事情 但是他们愿意这样去做 所以真的感觉到非常佩服 也感觉非常感动 而且他承受的社会压力 是所有的人在那边 每一个人都说你真的要这样子做吗 那小孩会不会以后自闭症 他会不会没有朋友 然后说真的 你要看他是什么样的朋友 你不要觉得就是 哎呀 有朋友越多越好 狐朋狗狗真的不必要 对对对对 那除了刚刚我们讲的这位在北加州的妈妈 其实有另外一位在罗德岛的妈妈 也正在经历类似的事情 不过他经历的呢 不是被公司开除 而是被校董会起诉 这位妈妈的孩子呢 还在幼儿园上学 他就很想知道说 现在幼儿园里面的教学内容到底是什么 幼儿园里面有没有在教关于性别这一块的东西 在小孩学习的内容里面呢 那你的小孩那么小 你问小孩当然问不明白 他话他也讲不明白 所以他就说 那我要去问问学校 那么当他问了之后呢 他得到的答复说 肯定的 就是这个样子 小孩的确有在学 就是我们讲的 那些乱七八糟的地方 都有在学 那与此同时呢 只是因为他去问了 说我的小孩到底在学什么 只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这位妈妈就变成了校董会恐中的激进分子 恐同恐话分子 然后校董会就开始开会 要讨论之后要起诉他的事情 结果这个事就在校董会通过了 然后校董会就开始去起诉 这位妈妈 为什么到最后变成这个样子 这一切都只是因为 这个妈妈她想要知道 我小孩的教学内容 仅此而已 我一个妈妈从 Rhode Island 她被判断了 and they told me that they don't call children boys and girls and they embed the values of gender identity into every classroom including kindergarten and when I did submit the public records request that they told me to submit and I submitted hundreds my school board then held a public school board meeting to discuss suing me they said that I was causing chaos reaking havoc harming the district harming children they wanted to send a message to other parents that if you ask questions they will come after you my school district and my teachers union didn't want to just hide the curriculum from me they wanted to ruin my life just for asking yeah, I think they're sending out this information 就是如果你敢去問或者敢去管這些東西 你會受到審判 這比共產黨還要過分的 共產黨還是誰要死反對他 誰就是我們的敵人 他是誰要死靠 敢問問你誰就是我們的敵人 然後就要摧毀他的人生了 而且你看這真的是美版文化大革命 對吧,就給你扣帽了 你恐同,你恐壞 你怎麼怎麼樣 所以這樣的人應該得到懲罰 那他懲罰就是什麼 他失去工作他活該 他被起訴他活該 這個是民主 都是民主造成的 所以很多現在大家看到在教育領域發生的事情 都覺得說真的很變態 正常人都會覺得說為什麼要教這些東西 都覺得這些事情不應該發生 也都覺得這些事情有點像天方夜談 真的很不可思議 它真的在發生嗎 但是與此同時 很多人 他們的確覺得應該做些什麼了 人們都覺得說不應該發生什麼事 但是大家都一直在等待其他人去做什麼 一直都在等待其他人發生 為什麼 因為中文有一句話叫槍打出頭鳥 大家都害怕 大家都不敢去做 就是我一做了 我就是出頭鳥了 就槍要打我 就比如說那個北加州的媽媽 他只要一發生 他就是那個出頭鳥 他一出來槍一打他 怎麼樣 工作丟了 大家都害怕 都不願意 然後想來想去就覺得說 事不關心 反正跟我也沒關係 也沒必要 我不需要去花這麼大的代價 我為什麼要去惹 完全不必要惹的麻煩 但是其實要知道 你說像北加州那個本地上這個學區 整個學區不能只等 這一位被開除的媽媽一個人發生 沒有用的 你如果不是大家一起來沒有用的 她被開除了 每個人大家都要有這樣一個決心 就是不管怎麼樣 如果你要是真的還要繼續 小孩在那裡上學的話 不管怎麼樣 你要知道 要一群人起來去發生 那像羅德島 不可能整個羅德島 都等著這一位 被這個教室工會告上法庭的媽媽 只是因為她問了一個問題 於是她就得到審判 對吧 這個審判就是 雕如工會開始告她 其實我們上一次去校董會的時候 你就看那個Antifa的人 就在那個地方拍 對 然後就在拍了之後 他們就是把你的照片 你的影片 然後你發出來的聲音 全部放到網路上面 然後就讓他們開始肉搜 你是誰 你叫什麼名字 你在哪裡工作 你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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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阿嬤叫什麼名字 她全部找出來之後 然後就開始跟你的公司講話 就說她嫌惡 她怎樣怎樣怎樣 我第一次看她就是寫報紙 然後說我要毀謊你的公司 然後只因為她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 所以說你一定要開除她 這已經是一個威脅罪的東西了 對 但是為什麼政府沒有管 政府沒有管 而且你知道嗎 明明法律裡面說不可以給 就是under-8的小孩去教那些 性教育的那些東西 法律裡都有寫啊 但是他們還是發張的教材 他們還是讓老師去教 他們完全無視法律 就覺得真的是很誇張 這些是在上掌權者 然後我們要服從嗎 當在上掌權者犯法的時候 無視法律 無視常識 然後要開始攻擊別人 然後殺掉 等於就像大衛那個時候把別四八 他老公送去戰場那個時候一樣 就是要把他害死 我就是要摧毀你的人生 然後奪取你的小孩 然後告這個媽媽 告這個媽媽 跟這個媽媽說 OK我要把你做一個example 你如果有任何的父母來敢告我們的話 來敢問我們 我們在教什麼的話 我們就要你的職位被弄掉 我們就要毀掉你的人生 多麼邪惡的一個想法 多麼噁心的一個思想在這個地方 這還是美國嗎 真的是我們可以問的一個問題 我們還有美國價值嗎 我們還有人間生而平等嗎 我們還有言論自由嗎 我們還有權力守護自己的家庭 保護我們自己的小孩嗎 我覺得這是每一個基督徒 每一個人都要問自己的一個問題 然後我們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這個是第二個問題 是不是因為你曾經都不在乎 很多人看完我們AI news之後 就在底下留言 哎呀爛爛爛啊 好壞啊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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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請問 我說真的 我們每一次去 校長會抗議的時候 我沒有看到任何一個華人 OK Arcadia從來就沒有聽過 家長聚集在那個地方 去為了小孩去發聲或做什麼 我們的教會也不敢講 我們的家長會也不敢講 家長在聚集在一起的時候 就是哎呀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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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你去跟他說 你應該要Homeschool你的小孩 你應該要帶你的小孩自己 Homeschool你會得到什麼 噼哩啪啪啪講一對 那怎麼辦呢 我也要上班啊 我也要怎樣怎樣 我今天看了Tucker Carlson 跟匈牙利的總統 這個東西 他講得非常棒 我建議大家全部去看 我之後會詳細講 但是他就講說 現在事實上 分的不是什麼左派右派 或者是保守派自由派 什麼什麼什麼的 政治這些標語 每一個人都說的天花亂墜 然後每一個人的答案都不一樣 世界上只有兩種人 西方西方現在的分裂只有兩種人 一種是 我我我我我我 什麼都是我 我要以自我為中心 我要為我的工作 我要為怎麼樣這樣 我要為我的生活 我要為我享樂 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世界有比我還要更重要的東西 家庭國家上帝 就是這兩個分解點 這個我之後再只想 但是這樣子的一個想法是非常重要的 你是在乎你的生活 你的工作 還是你在乎你的家庭 這東西你的家庭 你值不值得為你的家庭犧牲 還是你的家庭應該要為你犧牲 這是每一個人都應該去想這個問題 對所以這個時候我們要思考 就是教會在哪裡 很多時候如果要是家長的個人不願意去做這些事情 那麼教會在哪裡 其實我們教會都在我們的社區當中 那社區當中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教會要肩負很大很大的責任 那如果我們要看到說 有人說我們這個教會很小的 沒有多少 你整個一個城市的教會 哇你連接起來 那人是多少啊 其實力量是非常大的 那耶穌告訴我們說 我們要愛我們的林社 你說保護社區裡的孩子 這是不是愛林社 這的確是愛林社 很多家長有盲點 他都不知道要怎麼去愛他的孩子 但是你要提醒他說 你的小孩正在經歷這些 我可以做什麼來幫助你的家庭 來幫助你的小孩 你說這是不是 我們真的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在愛你的林社 所以我們做這些事情 神都是非常喜悅 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緊時間 看到現在學校變成這樣的 教會也好 家庭也好 要開始建立一個教育系統了 最起碼你身邊有認識的一些 同年齡的小朋友 爸爸媽媽呀 這些朋友啊 你都可以把它聯合起來 一起來做家庭教育 那如果要是教會可以 輔助可以幫忙 那當然是更好了 大家可以一起 選擇一個搭伙教育的同伴 跟教會裡的家長 那這樣的話 你跟教會裡的朋友 關係更加的親密 而且教會也真成了你的家 真成了為社區服務的地方 我覺得這樣是 特別好的一件事情 還有就是 要讓更多的人一起參與進來 如果你要做一個 稍微成熟的一樣 不管信主的還是 還是沒信主的家庭了 你都可以把他們拉進來 很多沒有信主的 他們看到這些事情 也覺得誇張啊 那不是說 教徒才覺得這些事情誇張 正常人都會覺得說 不應該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千辛萬苦的來到美國 我千辛萬苦的 把孩子到這來 怎麼他們去學這種東西 所以在這樣的時候 你可以去關愛他們 你可以去幫助他們 你可以把他們 也帶到你們的 這樣的一個學習的小組裡面 讓他們能夠 經歷神的恩典 然後把人 帶到神的面前 讓他們真的 真的經歷到神的作恩 一直下去信主了 信主了 孩子慢慢慢慢在這個環境裡面成長 你說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那我再加一點 就是 如果你的教會沒有動作 如果你教會什麼都不做 如果你牧師是很怕事的那種牧師的話 不要等 不要等教會做什麼之後 你才去做什麼 改變世代是你可以做到的 從你的家庭開始 從你自己的小孩的人生開始 你要有勇氣變得剛強 你如果當個出頭鳥去校長會發言的話 你可能會被開除 你可以自己開始 你可以守護你自己的孩子 跟你自己孩子的價值觀 跟你的家庭的價值觀 你不需要等到教會 去做什麼事情了之後 你才要去做 教會是一個 一堆人 一堆罪人聚集的一個地方 你可以剛強 由你開始來翻轉教會 不要等教會做什麼的之後 然後你才去做什麼 然後在這邊complain說 我的教會都沒有在做什麼事情 我什麼什麼什麼 教會都沒有幫我 我怎麼開始 教會沒有義務要幫你 而是你要幫助教會 聖經也是這個樣子告訴我們的 我們每一個人都剛強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剛強的教會 而不是一個剛強的教會 就可以有剛強的信徒 我知道大家對於牧師的帶領 還有各方面是有一個期望 一個期盼的 每一間教會都覺得說 如果說我們的牧師跟 John McArthur一樣多好 如果我們的牧師跟 這個Jack Hibbs的牧師一樣多好 帶著我們去做這些東西 然後每次都把這些議題都講 在我們這個主日分享裡面 你要的不是這個樣子 他們會變成這個樣子 是因為那些人 他們的這些會眾 他們在乎 所以說他們才會去支持 John McArthur 還有Jack Hibbs這個樣子的教會 你可以翻轉你的教會 你可以讓你的牧師 變成那個樣子的牧師 你可以幫助你的牧師 首先就是要從你自己開始 你要變得剛強 建造你的孩子 拉攏你身邊的父母 建造一個家庭學習的一個環境 你可以改變教會 你可以改變你的社區 你可以改變你的國家 你可以改變整個美國 要從我們開始 不要等任何人開始 我們這個事工開始也是一樣 我們不是說什麼 我們一定要依附在一個組織之下 這樣子他們有錢 他們才可以支助我們 我們一定要一堆教會 來幫助我們才可以 一開始我們的確有這樣的想法 一開始我們就是教會 沒有在幫助我們的時候 我們也覺得說 怎麼會這個樣子啊 怎麼會這樣 但是要我們 我們就是要開始 當我們變得剛強之後 我們可以去影響到其他的人 當你可以去影響到其他人的時候 你就變成一個剛強的象徵了 你是你人生當中的主角 你是你孩子的衣食父母 沒錯你真的就是他的父母 所以你有義務要變得剛強 不要等 如果教會沒有作為 如果市政府沒有作為 如果你身邊的人都沒有作為 你要有作為 你要為你自己負責 你要為你的孩子負責 對我覺得你剛才講到一個 非常重要的屬靈原則 就是不要等 有的時候我們是要安靜在神裡面等候 但是你這個時候不是說 要安靜在神裡面等候的時候 你如果要是看到我們今天這個節目 如果你的心裡一直在被聖靈角度 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 不要害怕說我現在什麼資源也沒有 我們家沒錢 我們所有的事情都會讓你擔心 都會害怕 但是我們的事工到現在三年了 三年了 我們如果要是一直在等錢 說我們要有足够的錢 我們才能開始做什麼的話 到現在也不會有AN news 你不要害怕說沒有錢進來 你要什麼先有錢 我先有這個我才能做 不要 你先去做 這些東西就都會有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屬靈原則 不管是你看到那個百姓要過紅海的時候 你腳踏下去 海才分開 不是說海先分開 你腳再踏下去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次序的問題 包括神也告訴我們說 你們要先求神的國跟神的義 然後其他這些東西都加給你們了 神沒有說說我先把東西加給你們 然後你們再用這些東西去求神的國跟神的義 不是的 是就是你先求神的國神力 你先去做 然後這些東西都加給你們 通過我們過去三年做事工的經驗 我們經歷神的年 告訴你 神的話語真是信實 真的是這個樣子 這個真是神做事的原則還有法則 所以不要害怕 先去做 不要等 你等的話你會等十年二十年 到時候等到什麼也沒有 然後你做的事情會歪歪扭扭 會清清些些 為什麼 因為你要學會依靠神而不是依靠自己 不是依靠你能看見的 說我賬戶裡有多少錢 我再開始做 我現在什麼什麼都搞定 我再開始做 千萬不要再等了 所以不管是教會也好 或者是什麼什麼也好 再一個就是你真的不要 要求你的牧師說 為什麼你不是那個Jack Higgs 為什麼你不是John MacArthur 教會是人 教會是每一個信徒 如果你剛強 你的教會就會剛強 如果你軟弱 那你就不能要求你的牧師 要像Jack Higgs 要像John MacArthur Jack Higgs跟John MacArthur 身邊有多少 非常棒的得力的同工啊 這些人是一起在建造教會的 這些人就是教會 所以你首先是 你要剛強 你要去建造你身邊 其他的兄弟姐妹 那你的牧師就起來了 所以你不要說 你為什麼不行 你為什麼 先從自己做起 而且你可以 不要害怕 好的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我們 今天的這集節目 那你看看這集節目之後 你有什麼想法呢 你有沒有說 我從現在開始 我就要趕快行動了 我要先變得剛強 我們的教會 就一定可以剛強起來了 不管你有任何的想法 都歡迎在下面 給我們留言 那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今天的節目 我是弗莉莎 我是伊特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